在素有世界屋脊之称的青藏高原 雪山矮矮 江河纵横 湖泊众多 尤其是地热资源负极 温泉新罗旗部 这是大自然千百年来 给许遇大地的温馨馈赠 也补育了藏医药玉法 这一中国藏族有关生命健康 和疾病防治的知识与实践 藏医药玉法 藏语称龙墓 是藏族人民 以土 水 火 风 空 五元生命官 和龙 赤巴 培根 三阴健康官 及疾病官为指导 通过沐浴天然温泉 或药物煮熬的水汁或蒸汽 调节身心平衡 实现生命健康和疾病防治的传统知识和实践 该遗产项目 受到本教和藏传佛教的影响 既体现了相关社区民众通过沐浴防壁 辽集的民间经验 也是以四部一点为代表的传统藏医理论 在当代健康实践中的继承和发展 作为藏医学 索瓦日巴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遗产项目世代相传 应用广泛 为保障藏族民众的生命健康和防治疾病 发挥着重要作用 为藏族人民提供了持续的认同感 是世界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的见证 该遗产项目以中国青藏高原的亚龙河谷 和宗喀山脉的藏族农牧区为集中传承区域 广泛流布于西藏 青海 四川 甘肃 云南等地的藏区 藏医药御法分为两类 一类是以矿物质的主要种类划分的五类温泉御法 民众在治疗师曼巴的指导下 自发进行日常保健 另一类是以五种植物药材为基本方的五味甘露御法 包括浸泡水域 熏蒸气域 和复杂肤域三种疗法 曼巴与治疗师 龙木掘肝及药与助理曼瑶相互配合操作 采用旺 问 窃等传统诊断方法辩证论治 并在配方 煎熬 发酵及服药等流程中随证加药 通过旺 龙 赤的传授方式 和闻 丝 修的习得方式 该遗产项目在家族 寺院 医院和民间诊所得以传承 这种传统传承方式 与现代医学院校的正规教育交融互补 代表性传承人明珠和李仙佳 曾师从藏医名家 常年钻研《藏医药与疗法》 培养了一批批专业人才 今天 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和女性投身藏医药与事业 在该遗产项目传承与实践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西藏山南市藏医医院建立了《藏医药与法传习基地》 青海省藏医院药与专科继承传统 以师代图提高了传承实践能力 目前 藏医药与法在藏区各温泉医疗中心 藏医院 民间诊所及家庭中普遍应用 在当代生活中成为造福于广大民众的健康实践 该遗产项目通过仪式 信仰及民俗活动代代相传 深刻体现了藏族民众的健康意识和生活理想 因而出生后 家人用芳香药水为其沐浴 念经其福 晒身 促其健康成长 甘露加持仪式与每年葬礼6月8日举行 连续诵经7日 其助其药效增强 青海果洛州斑马县的左毛沟 分布着大小不一的热坑温泉群 相传 格萨尔王经常到此沐浴 今天 这里已成为后人怀想历史的纪念地 和宫行先祖沐浴之志的实践场所 该遗产项目是藏族人民在高寒缺氧的生存条件下 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应对高原常见病 多发病及地方病的传统实践 是与人文 环境 气候相适应的地方性知识和民间智慧 藏区的洛渣拉浦温泉 得众温泉 曲库温泉远近闻名 寺院僧人前往静深 坐禅 修行 信众和旅人也慕名而来喜悦 养疗 观想 该遗产项目 蕴含着藏族人民对生命之水的敬畏 延续着保持身心洁净的传统 秉持着尊重自然的理念 适应了可持续发展的要求 每年葬礼七月上旬 葬地迎来沐浴节 相传 药神化作的噶马堆巴星 在这个时节光照人寰 加持江河湖泊 各族民众不分亲疏 男女老幼共募圣洁之欲 虔诚信仰 宜身健体 在相关社区 人们践行采药制药的季节规范 适时适地采集植物的适当部位 确保了药效和植被的可持续利用 该遗产项目 承载着藏族天文立算 自然博物 仪式信仰 行为规范 起居引传等传统知识 同时也通过藏族神话 传说 史诗 戏剧 绘画 雕刻等文化表现形式 得以广泛传播 丰富着人类的传统健康知识与实践